柬埔寨沿海城镇白马市位于首都金边西南方的160公里处 倒塌的旅馆正在施工建设中 一些工人被压在倒塌的断源残壁下 这里目前正在大兴土木为接待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投资者 柬埔寨官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死亡的36人中包括6名儿童和14名妇女 但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会有儿童在建筑工地 另据报道事故发生时建筑物刚灌完水泥正举行庆祝 这座建筑物的所有人是一对柬埔寨夫妇已被拘留训问 6个月前施亚努省也发生过一起中国投资的 正在新建的建筑物倒塌事故 造成28人死亡 7人被控过失致死罪 首相洪森还解雇了一名灾害管理官员 当时调查发现倒塌的建筑物没有施工许可等相关开工文件 督察单位曾两次发出警告信要求暂停施工 负责施工的中资建筑公司都置之不理 新唐人记者徐哲 陈海岳综合报导 这座建筑物数单位是一年前的建筑物